現在時興人人甚麼都炒 炒股炒樓 今次我們就選擇炒跨境車牌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來了 程氏顧問行有限公司的CEO 程玉輝先生 Tony去接受訪問 去跟我們講講跨境車牌的炒賣 你好 你好程先生 其實我們想知道 接下來港珠澳大橋都即將通車 就說2018年通車 其實好像現在說 跨境車牌的名額只有3000個 其實是否比其他口岸相對少 以及供應是否緊張 如果計算現在剛開始來說 是相當少的 因為現在市場上 香港來說都在行三萬架 現在平均每一個口岸 按計算是6000架以上 現在3000架少了一半 根本上就一定是不夠的 那不夠了 是不是變相供應就少了 變相價值就高了 即是會有人炒高的 是否公不應購就一定炒的 是 正常的 因為正常市場需要 你需要自然有價有市 是 有沒有說現在 行內最新的股價會去到多少 你覺得升值空間有多大 可否詳細解釋一下運作是怎樣 其實如果說現在 正式來說 車都未通 真的就這樣 在市場業界都說 50萬到80萬 其實一個是 還有得做上 其實以價錢來說 因為你相對 牌都未有 我們可以說 類似買樓花 樓花都未住得 已經是有這個價錢 廣州澳大橋的跨境車牌 數量是3000個 價值相比其他口岸 有甚麼區別 這個也是非常好的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有 駕車往返兩地計算 我們現在最有價值的來說 就應該是黃江口岸 因為它那個通關 我們說的是 我們駕駛進去的時候 距離是最短的 另外如果是深圳灣的話 我當如我們需要去到一個 叫做羅湖口岸 我們約了一個朋友去 喝茶吃飯 我們通過黃江口岸回去的話 可能是30公里 我比喻大概 但如果你要通過深圳灣的話 最少就加多了10公里 到15公里 變成我們就 小數拍牆計 我們長期會開車進去 變成那個距離 每一天你都會多了一個時間 第一件事是公里 有錢 甚至乎是你的車的損耗 所以變成他們每個地方的牌 都有他們不同的價錢 而說回我們說的 主要大橋 他們是針對大灣區的價值 大灣區是無限價值 全球來說 都只有幾個大灣區 我們身為中國人 我們沒有可能說 對我們自己的大灣區沒有信心 另外大灣區來說 亦都是中國現在 大力推動的很多政策 是擺在這個地方 兩個特別行政區 一個這麼大的珠三角 到時的商機一定是無限的